7月9日凌晨 您断电出发 导致猪场 猪舌内462头猪肢 高温窒息死亡 1月8号晚上的23点28分停电 我们是9号早上的4点51分送了 突然一下打了 凌晨凌晨五年晚来就去通电 当时凌晨是不知道什么去 我们得去凌晨 凌晨全现 一般的猪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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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我们大态特达了 没有保险 它自己家有发生一个密室 现在这两个章路协调这个事 我们也在积极地配合 现在我的这些猪已经进行无害化处理了 但是我这边没有任何答错 电业地边的男人了 说他们没有责任 那现在这个损失 目前来看就是还要我自己来全部承担 诉求就是降低我损失 要不然我莫名其妙地 背了一百多万的债务 谁能接受 我的猪马上就又出来了 我已经养了一百五十天了 拿到合作标准了 就因为这一宿断电 现在是没有人能证明 我的猪是因为断电使的 那没有念啥物的话 我就上法院买 那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更多视频请下载 大向新闻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